於是我們就可以進入Transformer了 前面我們有提到Transformer它的idea 其實就是一開始它是使用在Machine Translation這個Task上面 然後這篇Paper非常的有名 就叫做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 因為在這篇Paper出來之前做的Machine Translation 都是用RNN的方式來做的 就像我們前面提到的 就是RNN然後可能加上它的Encoded,Decoded Attention 那這一篇論文就是說 我完全沒有使用任何Recurrent的Unit 我全部用Self Attention來取代 所以它的概念就是 你只需要Attention而已 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 然後它的這個圖示應該就是還蠻常看到的 它就長這樣子 左邊就是它的Input 所以它的Input其實就是在做Self Attention 然後Output一樣它也會做Self Attention 以及Encoded,Decoded Attention 那待會我們會詳細的去看這兩個 裡面的Block到在幹嘛 那其實這邊就是你的Input 這邊就是你的Output 然後它就把它放進去 所以你在這Encoded,Decode的架構裡面 沒有任何Recurrent Unit 所以就是沒有像RNN那樣子的Recurrent Unit 所以這邊就是可以整個完全都可以平行的做運算 那這邊有一個 就是相信大家作業就是會練習解排Torch 那如果你想要詳細的了解Transformer裡面的內部 那這邊有一個Unprofessor的一個Link 那它有對於PyTorch的Code 然後很詳細的去解釋每一個是Implement這邊的哪一塊 然後去告訴你說它裡面的Implementation 跟原本這個圖示的這個關係 就是它是怎麼在PyTorch裡面做Implement的 我覺得還蠻推薦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好,那我們就先看這三個東西 這三個東西就是MatiHandAttention MatiHandAttention就是剛剛講的嘛 就是我一樣是SelfAttention 只是我的SelfAttention還有給它MatiHand這樣子的彈性 可以讓它同時學到多種不同的關係 就是Relation的關係 那MatiHandAttention它的Implement是什麼呢? 因為它是SelfAttention的一種 只是它有多個Hand 所以一樣就是有QKV三個Matrix 就是Query KeeganValue Vector 然後它是不是就會投影到一個Linear的 就是會放進一個Linear的那個Matrix上面 然後投影到對應的Space 然後因為它的Hand有多少個 是不是就會有多少種這樣的投影 所以這邊的這個厚度就是Hand的數量 所以如果這邊的H是2 就是有兩種不同的關係 所以就會有兩層 就像剛剛看到的 就是有兩個不同的Q 就是Q1跟Q2的那種狀態 所以這邊就是Hand的數量 然後我們會把這邊所有不同的Hand 然後先把它Mapping到Low Dimensional Space 因為原本的QKV可能Dimensional很大 那你可以先Mapping到比較小的Space上面 那也想像中 就是把它壓縮成一個QKV的Imbedding 然後我們就Apply Attention下去 然後把你的Output 因為它是不同的資訊 那就把它Concatenate 因為它就是Focus在不同的 所以它是不同Type的Relation上面 然後再做一個Linear存放 就等於是把你這麼多種不同的Type的這些資訊 合在一起 然後就是當成輸出去 所以呢 實際上它的式子就寫成這樣子 MappingHand Tension 它的Input就是QKV 然後它是什麼呢? 它是Concatenate 你每一個Hand的結果 如果是H個Hand 就變成H個Hand 然後再乘上 對應的這個Linear Projection 的這個Matrix 那這個Concatenate是什麼呢? 就是這樣啦 那這個Hand 每一個Hand 是不是一個Self-Attention? 那每一個Hand 就是小標 這個下標就是它第幾個Hand 第幾種不同的Relation 所以第一個Hand 它就會是 對應的第一個Hand 這個Query的這個Matrix 然後跟你的Query相成的結果 那當然因為Key跟ValueVector 是不是也會有投影到 對應的那一個類型 那個Relation的類型的 那個投影的Weight 所以我會有 Query、Key跟Value三個Matrix 而且能有多少個T 就有多少種這個Matrix 讓你去做投影 所以你的H 越大的話 你這邊的參數 的確就越多 因為你就會有 越多組這樣子的 這個Matrix 要去學 然後中間呢 你看到剛剛的那個是 Dot-Quad-Attention 但它前面加了一個Scale的 它其實就只是 這邊概念上很簡單 它就只是把Dot-Product-Attention 簡單的做一個Scale 那它會做這樣Scale的想法是 因為它覺得 當某一個Dimension 所以它希望能夠 簡單的做一個Scale 讓這個Attention 不會這麼的 就是 不均 所以意思就是說 當某個Value 在Sogmax變很大的時候 那它的Distribution 就會長這樣 就會特別的尖 然後它希望能夠讓這個Variance 不要上升的那麼 就是 因為這樣子 這邊Variance就會很大 然後其他就很 就是 就是 這邊很大其他很小 所以這個整體而言 沉起來這個Variance就會非常大 所以它不希望這件事情發生 因為如果Variance很大的話 對於Training其實是 不利的 所以它希望它稍微的 比如說壓平一點 所以 因為如果這樣子 Variance太大的話 它的 那個Gradient就會 就會變得非常的 就是不穩定 所以它希望能夠在Training的時候 讓它的這個Variance 可以固定在某一個Range上面 所以它就 對於它的 query跟key的Vector 的長度 做了一個Skill 所以它這邊的Skill的方式 是 它就是並沒有一個很Solid的理論說 為什麼要做這個Skill 但它是一個概念上 它除上 DK DK開根號 為什麼是要開根號 因為 它這邊就是兩個DK的東西 相DOT Polor 起來的結果 所以它等於是去考慮 每一個 佔的比例 因為它是相乘起來 所以它佔的比例就是Square的DK 因為它就是兩個DK DK的Vector的值 那它如果 對於它的DK的長度 去做一個Skill 然後它是可以 稍微下降一下它的那個 長度的這個Variance 所以它在這邊 做的事情 就只是多加了這個Skill而已 所以它就是 Q跟K 是不是會先做Metric相乘 然後 原本的Skill 是做什麼 就是放進Softmax 然後再去乘在V上面 然後它在 放進Softmax之前 做一個這個Skill 就是除上DK 開根號 那這個東西是什麼呢 這個 待會我會講 這個就是Mask 這個在DK的時候 才會使用到 所以它這邊有一個Option 所以 我們剛剛看到的 就是這邊的這個 MatiHeadAttention 和MatiHeadAttention 跟這邊的MatiHeadAttention 那 這邊的MatiHeadAttention 上面就有寫Mask 就是 因為在DK的時候 我要把 後面還沒有DK出來的資訊 不要讓它看到 所以那個Mask是Option 那我們現在就要繼續講 上面 做了MatiHeadAttention 以後 還經過了一個Layer 叫做 這個Fee Forward 就不用講了 就是一個一般的Fee Forward Network 那它們 進去MatiHeadAttention之後 都會做一個這個Operation 然後再進去Fee Forward 再做這個Operation 那這個Operation也很簡單 基本上它就是 Add起來 跟Normalization 所以 仔細看這一塊 這一個Block 它就是一個 Transformer的Encoded Block 所以我們如果之後說 會疊幾個 Transformer Block 這就是一個Block 包含了 MatiHeadAttention 以及Fee Forward 然後 通常會多加這個Operation 那這Operation是幹嘛的呢 這Operation呢 就是 Recedure的Connection Recedure的意思就是 現在這個資訊 是不是會經過這個MatiAttention 做一個Operation 是做一些組合 然後會得到一個Operation 在這兒 然後呢這個Operation 會跟前面還沒有做Operation之前的資訊 合在一起 就是 Recedure的Connection 那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 講法就是 如果我 沒有這一個 Recedure的Connection 是不是代表 所有的資訊 都需要經過這個操作 才能傳到下一層 所有資訊 都要經過 我這邊的操作 才能傳到下一層 所以當你的Network 一跌了很多層之後 你就會過 所有的資訊 都一定會經過 許許多多的運算 但是如果有一些資訊 它原本就已經非常 Reach 那我可能不希望它經過 很多次的運算 或者是很多 Activation Function 會把資訊壓小 所以呢 我希望能夠給它一個彈性 讓它如果可以 不做運算 它還是有地方 可以留到下一層 所以呢這個 Recedure基本上就是 給它一個 這種通道 讓它可以有彈性 不一定要通過這個Mateight Attention 就直接留到後面去 所以 它這兩個 都會有給它這樣的彈性 就是 Recedure 然後接著再做一個 Layer的Nomization 就是非常的直覺 那 Recedure 的概念就是 Function之前 跟Function之後 我要把它 一起 就是 都可以考慮把它加在一起 這樣子 所以就是Add 然後 Nom 就是Layer Nomization 那 Layer Nomization 其實就是要讓每一個Layer 的資訊 它的Variance 跟Main 是可以固定在 同樣的Rage下面 也就是我會把它Normalize到 Main是0 然後Variance是1的狀態下 那這樣子我在Tranning的時候 就可以比較Stable 然後也比較好Tran起來 所以呢 這一個Block 我其實 就是 這一個Operation 我就可以直接把它寫成 就是 X 就是 還沒有進入Function之前的X 然後加上進入Function之後的值 加在一起 並且Layer Nom結果 然後傳到下一個Layer 這樣 那這邊 TForward之後 跟MultiHair Tension之後 都會接這樣子的Operation 那這樣子 就是可以 這個就是 Nomization的一個示意圖 那 怎麼把它 調整到 0 跟1 的Variance 其實 就很簡單 就是把整個 Tranning的 資料裡面的 命跟Variance 記錄下來 然後去把它Normalize 就是 減掉命 然後除上它的Variance 就行了 所以呢 這邊就是這個Block 就是encoder的資訊 所以你看到 這邊 三條 Input 其實就是QKV的三個資訊 所以 它的這三個資訊 基本上 就都是Input的 所有的字 所以 就是 它就是直接這樣 分成三個箭頭進來 那在這邊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 你實際想想看 我們做RNN的時候 先出現的資訊 跟後出現的資訊 它們會 有一個時間的關係 因為它就是 recurrent把它記錄起來 所以它會知道 我愛你跟你愛我 是不一樣的 但是 你仔細想想這個Model 我愛你跟你愛我 放進去之後 好像會是一樣的 因為它是不是就是 以我為query 然後看我跟 我愛你這三個字 各自的attention 然後就傳到下一層 然後 愛會看我愛你三個字 所以 不管是我愛你 或你愛我 你發現 它 做的attention 跟 aggregate的那個 威脅上 都是在做相同的處理 然後傳到下一層的 那些資訊 也是一模一樣的 它基本上 就無法區分 我愛你跟你愛我 這不是 在Nature Language上面 一個非常大的 不合理的事情嗎 因為這分明就是一件 這分明就是兩句 完全不一樣意思的事情 所以 大大的問題就是 Temporal的資訊 並沒有被我放進去 因為 它 並沒有考慮 你是 出現的 第幾個字 它只告訴你說 這個字 到底跟後面那個字 它的 相關程度為何 用.quadr去運算 所以 它基本上 已經忽略了 position的關係 所以呢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 它提出來的 就是 Positional Encoding 也就是 因為原本的字 就只有 它並沒有告訴你說 這個word出現在 這個句子裡面的 哪一個位置 但是因為 RNN的模型 因為它會考慮它的 時間順序 一次 一次類推這樣吃進來 所以它其實會 implace it 知道的順序關係 跟位置關係 可是 全脫門不行 因為它就是 每一個字 考慮其他的 neighbor 都是 全部的 input 都會考慮 它並沒有 知道 你是我 離我五個字元 你是離我 一百個字元 對它來講是一樣的 那這就很奇怪啦 所以它加上 這個Positional Encoding 概念上就是 我希望能夠 提供一個 embedding 這個embedding 是告訴你說 你在我input的哪一個位置 然後呢 你可以透過這個 embedding 了解說 這個位置的資訊 應該要怎麼去做 處理才對 所以希望模型 在學習的時候 可以根據不同的position 然後做出 有一點點不同的處理 所以它就加上了這個 Positional Encoding的做法 那在這裡 這Transformant 它提出來的時候 它的Positional Encoding 是一個Predepied 也就是 我就先定好 你是第一個 出現的字 你的embedding 就是長某個樣子 第二個出現的字 你就是長固定的一個樣子 那它的設定呢 是長這樣子 這樣設的 它是用一個sine 跟cosine的方式 來做的 為什麼要用sine跟cosine 就是這麼複雜的做法呢 其實它的high level 想法很簡單 因為如果我全部都要 1到無限大 都要去定義 它的Positional Encoding 基本上不可能嘛 因為你的音符強度 就可以這樣大 那如果我用sine跟cosine 因為它是一個 有循環的一個function 所以呢 我就只需要定 我只需要把這個function定好 那它後面就是 根據它的循環性 你就可以依序的得出 它對你的這個position 的vector了 而且呢 因為它還會有一個特性 就是 它跟它隔壁的 就是每一個字 因為你想像中 應該是 我跟我隔壁 這兩個字的position 應該要比較接近 那離我比較遠的這個position 要比較相較 加差異比較大的 才對 那它也會符合 跟它旁邊比較相近的 資訊比較相近 但是 當你距離我越遠 然後你的這個position 的implanting 就會差異越大的 這個效果 所以這個function 畫出來 它會呈現這樣子 那黃色就是 值比較大 然後深色就是 值比較小 然後你會發現 它基本上就是 每一個column 跟隔壁的column 都會比較接近 但是 跟離我越遠的話 它就會差的越多 這樣子 你可以放大一點來看 然後在transformer那邊 可能就是 當時那篇pip 就把它定 整個的強度就是 就是 應該是512吧 所以它這邊的 這個橫軸 就是有500多個column 然後每一個 就是它對應的這個 Positional Embedding 所以是橫的啦 橫的才對 所以應該是 它的這邊的長度 這邊只秀到20 然後這邊的這個維度 它是設512 就是它用 應該是512吧 你看不太清楚 這次好笑 反正就是這邊的長度是 Positional Embedding 的dimension 所以每一個roll 就是一個 embedding 所以你可以看到 第0個位置 跟第1個位置 它的這個兩個 embedding是接近的 但第0個位置 跟第20個位置 它的embedding 就會差比較多 然後它是有點 漸進式的 改變的感覺 對 所以每一個時間點 你出現在不同位置 你的這個position 就不一樣 就算是同樣的 是你不同的位置 你就會得到不同的 embedding 所以它的embedding 最後 Positional embedding 怎麼使用 它就是把Positional embedding 跟它原本的 Way embedding 合在一起 然後讓Model 在學的時候 它可以知道 你的Word是什麼 但是你的位置 不一樣 就會做 有一點不一樣的tension 所以我們再仔細看一下 這一整個架構 前面這邊就是encoder的 self-attention 那encoder的self-attention 它的query key跟value 其實都是一樣的 就是都是這邊input 進來的資訊 然後如果是decoder的self-attention 在這邊 decoder的self-attention 一樣也是query key跟value vector 全部都是output 這邊所有的資訊 所以如果你是 machine translation 如果是中文翻成英文 你的input 這邊全部都是中文的 所有input的字 這邊就是要翻譯的 output所有的英文字 然後呢 這邊的multi-attention 會是mask的 mask的意思其實就是 後面還沒有出現的字 我不能對它做self-attention 因為還沒有被產生出來 在decoder的時候 所以這邊 decoder這端的self-attention 是mask的self-attention 所以在座的attention 就是這樣子 這邊是encoder 中文 這邊是decode的英文 所以decode的self-attention 它就只能英文attention 在英文上面 而且呢 它只能往前attention 不能往後 後面的字 還沒有decode出來 那中間的這一塊 就是encoder decoder的attention 也就是前面 我們RN 一般家的basic attention 如果還記得的話 它的key是什麼 它的key就是output 我在decoder的時候 我要決定 我要attent在 input的哪些資訊上面 所以你看到 它的這三條 input 有一條是從decode這邊來的 decoder給你的是 當成query的 然後呢 query要對應前面 encoder的所有的key 去決定它的attention 或者alpha值嘛 就是一般的 一般的basicattention的做法 所以呢 這邊的這兩個key跟value 都會是從encoder來的 decoder的每一個時間點的資訊 要去決定 你要attent在encoder的哪一些資訊上面 所以這邊就會是 decoder的這一個key 要決定要怎麼去attent前面的 encoder的這些state 就是你的hidden layer 所以這邊是encoder decoder的tension 就在這一塊 然後這邊是decoder selfattention 這邊是encoder的selfattention 所以這邊跟這邊都是可以平行的 上面這邊的確是不行 因為它必須要等下一個時間點 decode出來 我才能去算它的decoder tension 所以還有一些training的小tips 比如說我的input 因為我的字 有可能有一些沒有看過的字 所以沒有看過的字 它可能就沒有對應的embedding 所以它會先做一個bpe 會把所有的input 有點像是切成一些比較小的單元 然後用那些單元去做encoding 那這樣子有可能沒有看過的字 它還是可以被切成已經看過的幾個單元 然後還有比如說checkpoint的做一些average 然後讓你的model比較穩定啊 跟它最後training的時候的那些設定 比如說它是用add-on 然後是讓the learning rate可以change的狀況 然後它有用drop-out 然後label smoothing 就是它做了還蠻多 就是tips讓整個transformer model可以change的起來 所以它其實transformer model 因為它蠻大的 然後這樣也蠻很多 所以讓它training起來的確是需要一些小技巧 才可以讓它比較有效率的做訓練 所以這邊也是 也不算是很容易上手 但是上手之後應該也比較知道 下次要怎麼去做設定 然後就可以training自己的transformer 那這就是machine translation它的example 你可以看到它當時transformer出來之後 它的效果跟之前的模型比 它的這個big的transformer 它就可以贏之前的model還蠻多 就在英文德文上面 那英文到法文也是有improve 那更重要的是它的training cost是大幅下降 因為它就沒有recurrent的這樣子的dependency 所以它就是可以平線比較的均速 所以它的cost是比較低的 那當然它也有試在其他的實驗上面 那這個是一個parsing的實驗 那parsing的實驗它雖然當時出來不是最強的 但是因為其他的方法是有點不太一樣的 所以可能也很難直接的比較 但是在同樣的方法下 它就是semi-supervised的方法下 就是它transformer在這一行 那它的效果也是比之前 同樣都是semi-supervised方法來的更好一些 但是當然還有其他的方法 可以達到更好的效果 那它當時只是驗證說 這樣子只有self-attention這樣的做法 其實也是可以的 所以attention is all-unit 好,最後抗注一下transformer到底是什麼 它就是沒有recurrent的一個model 所以它可以很容易的平行 train the cost可以比較低 然後它也可以讓它去捕捉不同類型的interaction 所以你有多少種have 就是你允許你的model去學多少種不同的interaction 然後suppose你的model可以捕捉不同類型的interaction 並且在同一種interaction下決定它的attention的weight 也就是這一種類型的interaction相關程度的大小 那它還提出了positional encoding這樣子的概念 去讓你去捕捉location的資訊 那除了剛剛說的那predefined 那個cycle side的做法以外 後續其實還有很多人開始發想出不同的做法 比如說跟model一起用learn的 或者是用一些其他的方式去做比較好的positional encoding 可能會讓model效果比較好 但在這邊就不會特別的討論 那有興趣的話大家再去查就可以了 那它算是第一個提出這樣子的概念 然後可以還是可以讓這種沒有recurrent unit的model 可以得到location的資訊 那這種transformer block可以用在任意的task上面 就是它不一定只能用在這種machine translation sequence 然後就是要encoder block, decoder block 不用,你這個transformer block 你可以疊加在任意一個你想做的task上面 因為它就是一個self-attention,然後feed forward 那這樣子的概念就像是一個encoder 那你是可以放在任意的一個task上面的 就不一定是要這種sequence to sequence 所以它是非常彈性的